初级写作 这一篇老师帮同学介绍一下 我喜爱的运动 我想在国小跟国中的阶段 那么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喜欢打篮球 为什么最方便了 每个学校几乎都有篮球场 好我们就以篮球这个运动来作为主题 来写一篇我喜爱的运动 用简单扼要的方式来写吧 好第一个 既然是你喜爱的运动 当然后面一定就要写出来 我喜爱运动 对不对 然后家具你喜欢什么运动 对 喜欢打篮球 这个是最基本我们一定要写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写出你喜爱的运动的名称 那么家具很精简的写出来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一般来讲 那么球类可以让你交到好朋友 那让你得到健康等等 然后打球的时候呢 这个你又学到一些东西 为什么要听work 要有一个什么 这个团队的合作 要互相帮忙 才会赢得比赛 好 最后你就可以介绍 这运动 这个真的是带来生活上的乐趣 所以我们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那这样子的一个四个方向 就精简二要的完成了这一篇的作文 好 60到80个字 应该不会很复杂 我们就开始来写 第二 运动的名称 一开始就写吧 喜欢运动 运动怎么写啊 那就很简单的 这个 I like 什么 运动 sports 好 先讲出来 I like sports 这个sports就是 这个运动的项目有很多 就是喜欢运动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你要讲说我很喜欢很多种运动 就是I like many sports 然后加续讲 你喜欢打什么球类啊 好 I like 这边呢 我们可以用and的连接了 我们可以进入两个句子结合起来 好 前面是一句 我喜欢运动 并且我喜欢打篮球 这样子 就利用and这个对等连接词 就把两个句子给它连接起来了 I like to play 篮球是basketball OK 那么有同学呢 常常在这个地方写错了 I like to play the basketball 不可以 这个运动的名称不要加等 但是乐器的名称要加等 像play the guitar 弹吉他 弹钢琴 play the piano 好 这个地方老师就提供出来 play the piano 这个一定要加等 play the guitar OK 但是我们 这个是乐器 要加等 运动就不能加等 要特别留意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发展句了 说明原因 哇 这个因为打篮球啊 让我们可以怎样 这是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 所以很多同学都会用这个方式来写说 eat 打篮球 eat就代替play the basketball 好 打篮球呢 let me 让我怎样 那么 让我得到好朋友 let me 得到 get good friends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但是这样子的写法好吗 我老师觉得不好 那这种表达方式 是可以修改的 可以变得更好一点 为什么 这个let 我们通常用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表示建议 建议 比如说 let's go let's go 就是建议 我们出发吧 这个let's go 我们出发 这是表示一种建议 如果再讲说 我们出发吧 好不好 那就用show we 我们出发吧 好不好啊 这第一个 表示建议 那第二个表示 请求 拜托啦 拜托啦 让我走啦 你不要这样 叼乱我 让我走 好不好啊 这个表示 请求 就会用 let me go 请求用 what you 好吗 让我 go 好 让我走 let me go 这是分开写 这连起来写 这是建议 这是请求 通常let's go 就是用在这两个场合里面 如果我们要讲说 让我们怎样 让我们怎样 这个专人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用一种 借着什么方式 好 那么借着打篮球 我可以怎样 请记住 当年写作文 写到 老师好难写 也不要怕 用人当主词 就会比较好写 好 像这个地方 老师就会建议 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写法 我们用红色来代替好了 好 红色 这个方式就是拜 借着 拜就是表示借 什么方式 by playing 用playing 因为这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这个动词 要改成ing 叫动名词 绝对不能再用什么 by play 不可以 by play 介细词后面一定要用ing by playing it 这个it就可以了 是因为这ip已经代替 basketball 那篮球 那篮球已经出现了 所以后面用it来代替 这就精简的学法 by playing it 借着打篮球 我可以怎样啊 对不对 好 这个 i get health 就是我可以 i can get good friends 那么得到好朋友 英文我们常常不用get 我们是用make 我可以交到好朋友 make a good friend ok 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 我们这边讲说 哎呀 我又可以得到什么啊 健康 好 那么 同学可能后面接着就会写说 it let me get health 这个就是 一般同学会写出来 it let me get health to 他也让我健康 这样 那这个 我倒是觉得说 跟前面 结合起来 好不好 这样比较好呢 by playing it i can make a good friend 今天不是讲说 我们再加一个and 好不好 用and来衔接两个句子 and 另外一句 i can get health to e-h-e-a-l-t-h-t-o-o 你说这样子的写法 有没有比较好 红色的 有没有 有 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呢 老师建议 不要用it let me 怎样 it let me 怎样 不要 尽量用人当组织 我可以得到好朋友 我可以得到健康 建的什么方式 这是一个很棒的写作 好了 再来看第二个 那么 讲完了 它的优点 好处 那你要介绍 你什么时候打篮球 对不对 你跟谁打篮球啊 那总要讲啊 这个 你喜欢打篮球 一定会 什么时候打篮球 跟谁 这一定要写出来的 要不然 内容就不够了 好 你就可以写了 我常常打篮球 I often Play Basketball 好吧 跟谁打 对不对 在什么时候打 我们第一个 加入片语啦 我经常打完 就要跟谁 跟某人一起 英文的片语 就是用音乐意思 我的朋友 With my friend 如果你是跟我的同班同学 那就 With my class mates OK 这是第一个 加进去的片语 第二个 我们再来加一个片语 跟谁打 你在什么时候打 通常我们都是在 周末的时候 平常要上课 哎呀不然就放学后 好 放学后 那如果我们是放学后 我们就可以用 子句 好 我们先接一个子句 好 after 在什么之后 after is over 这是在学校结束之后 好